开机之后利用这个水平尺 把我们的尖轨降低值测量仪给清零 压平之后点归零 现在已经清零 然后就可以拿来进行测量我们的尖轨 测量尖轨值一边搭在铁轨上 将我们的侧头放在尖轨上面 保持水平 利用水准泡 保持水平之后可以读出它的降低值 毕竟